我想補回兩句 就是關於香港過去兩年很獨特的政治發展 剛才劉中就很詳細 講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和歷史的事件 關於過去14年 即是回歸之下 但是人民力量的成立 除了剛才劉中講了票債票償之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的基礎 我相信大家聽英文節目都知道 英文經常講最重要的政治要有論述 你沒有論述只是做了 只是去抗爭 只是去衝 人們都不知道你衝什麼 其實人民力量除了票債票償這個要求之外 其實背後最重要的一個論述和一個政治的傾向和想法 就是覺得香港這個民主派 爭取了這個民主運動這二十多年 我自己從政都二十六年了 從八六年做這個區協會 過去那二十多年香港所謂的民主派爭取這個民主呢 用一個所謂的參與建制 用一個制度裏面去推動這個改變呢 過去那二十多年的工作證明是失敗的 很簡單你看看 已經爭取民主超過二十 三十年左右 八五年華叔馬丁開始做立法會議員 民協八六年成立 港同民八九年成立 民主黨九一年成立 是不是 暫時二十幾年 在二十幾年裏面整個民主的發展 可以說是果足不前 某些程度上是倒退的 就是那個政治制度 民主仍然遙遙無期 我女兒八五年出生是大女兒了 早兩年結婚了 就是第二代 都沒有民主 由我們出來說 那不但民主那個制度沒有改變 沒有改善 而民生是不斷惡化 藤庫懸殊家劇 是不是 堅尼系數0.53是全世界發展地區最嚴重的香港 而這個貧窮人口是不斷上升 地產霸權就越來越惡 亦都越來越操控這個經濟社會和這個政府 剛才說的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一半是地產霸權操控的 你那些什麼會計師 律師樓啊 很多東西根本就跟成哥穩食多個 多個去到柯個政府 所以你看到整個社會是惡化得多 很快 那你民主派仍然好像他們這樣 就是三部曲 有時就簽名運動 接著就請願 最厲害就是絕食 絕食是24小時而已 絕食完肥了也有的 這是笑話來的 李卓仁絕食30個小時 絕食完之後的重量是重了的 因為他喝雞湯 因為他老婆煮雞湯給他喝 所以絕食完肥了重了 我就是這個千大笑話 所以你看到香港所謂民主派 爭取這個民主運動 當然我自己都身在其中一個二十幾年 但是是很腐化 還有很依蠢 還有象徵意義 都是一個實質的 我最記得 經常跟他們去遊行 三點鐘遊行 五點鐘走到去灣仔 我免得說名字了 那些民主黨人拍著我打架 今晚回去看波音超 喂 遊行緊 遊行緊 三點鐘開始走 三點半開始走 走到灣仔五點多鐘 已經想著回家吃飯看波 是吧 就是對那個所謂民主的投入 可以說是極為這個 就是 呼險 真的 我在民主黨年代我也說了 喂 做立法會議員 這個黨不可以定定 你要做這個議員 一定要是全職 你不可以又說要教書 又說要回家看波 又要照顧這個群眾 是吧 所以當年楊心做這個主席的時候 我退黨的 媽媽一上台 楊心一上去我退黨 我就說三個理由而已 你又要教書 又要回家照顧你媽媽 又說要做這個議員 我說你不是欺騙選民 就是欺騙學生 是吧 就是你不可能有這麼多時間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香港民主派過去二十幾年 爭取民主的誠意 那個熱誠 我覺得基本是呼險 和是一個欺騙選民 所以自從我退出這個民主黨之後 旗下成立社民聯 和去年五區公投 整個運動我們強調一點 包括這個 就是人民力量的成立 我們說這個是新民主運動的起步 去年五區公投 我們說這個是新民主運動的第一波 是要改變的思維 是改變的思維 因為你不改變這個政治團體 不改變市民的思維 你繼續這樣下去 你爭取多二百年都沒有民主在香港 是吧 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 因為那些人肯犧牲 是吧 才可以成功 你香港的人不肯犧牲的話 你這個民主運動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團 它控制了那些資源 它拿慣了的特權 它不會無端端放權給你的 是吧 所以我們從去年五區公投開始 我們就強調要議會內外抗爭 甚至是衝擊這個制度 甚至是要被抓或者坐牢 都要推這個制度的改變 所以五區公投是民主運動 我們那時候叫做新民主運動第一波 接下來這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就說這個是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透過這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要利用選舉 作為一個很好的宣傳的平台 將這個要改變這個制度 改變這個民主派的思維 為什麼要議會內外抗爭 為什麼要衝擊這個制度 要讓選民知道 也讓選民知道這些所謂的 危民主派 過去二十年其實是騙飯吃的 是吧 就是你繼續 你怎麼可以跟共產黨密室政治 就是我自己覺得你任何所謂自稱民主派 絕對不可能在背棄選民情況之下 跟一個專制的政權 秘密談判達成協議的 這個是出賣良知出賣選民 也都是出賣原則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剛才劉翁說何俊仁 我和何俊仁二十幾年 我當初很尊重他 我一聽到他們說接受這個密室政治 密室政治達成這個方案 我不信何俊仁會有份參與 我立刻打電話給他 我說仁哥你做主席 如果這些違背原則 違背良知的問題 你就不要做主席 他說不是 他說這個方案 他主動推出來 是不是主動推動的 我說仁哥以後會跟你說 我直接掩蓋他的電話 到後面跟他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你做這個民主派 和你在這個民主運動裏面 一定要自己的脊骨要堅挺 和原則不能動搖 和更加不可以違背原則 用這個所謂密室政治認識 你以後怎樣去批評政府不諮詢 你自己民主黨都不諮詢選民 就接受這個方案和共產黨 跟著就像徵性的透過會大 是吧 你自己已經答應了共產黨了 甚至透過會大去通過 你透過會大之前都沒有徵詢市民的意見 因為2008年的選舉 你民主黨是其次鮮明說 2012雙普選 這是你的政綱 這些人當時 基於你這個承諾 而我投你票 你怎麽可以不再拿人民的授權 就違背這個承諾 走去和共產黨密室政治 而接受這個偽政改方案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無得搖述的 所以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做了26年區議員 主要是全班區 我自己這一次就不會在全班區 我會過去抓激何俊仁 我要覺得第一 這是一個示範作用 我不會眷戀我自己這個席位 我覺得這一次民主運動第二波 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要改變這個思維 正如動文所說 要重新洗牌 就算這一次區議會選舉 全國民主派 包括這個人民力量全部輸了 我們都認為是在所不惜的 因為我們的目的不在議席 我們目的是要推動這個改革 正如辛亥革命一樣 辛亥革命有十次的起義失敗 是有這個武昌起義的成功 所以我們這個民主運動第一波 第二波 我不知道出去了第幾波 所以在這個辛亥革命一百年後的今天 去講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就秉承這個辛亥革命 這個犧牲的精神 其實香港搞民主運動 是全世界最舒服的 告訴大家 是全世界最舒服的 全世界每一個地方搞民主運動 好像香港過去民主派二十幾年 這麼舒服、自在、享受的 是吧?全世界爭取民主 特別在這個共產專政權之下 爭取民主的 不是坐牢 就是抄家、打靶的 是吧? 就是哪裏會這麼舒服 沒有中回鄉政都這麼緊張的 是吧? 那些人坐牢 就是劉曉邦都坐十年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我們人民力量的成立 是一個新的發展 也都很高興有這麼多年輕人參與 也都更加高興的就是在海外有這麼多朋友 就是支持和聲援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人民力量的工作 那麼這裡有些呢 過去都有 就是回來香港呢 都參與我們的遊行啊 也都有捐錢啊 也都有參與我們的聚會啊 那所以我希望透過大家 在這個澳洲 就是這個聯絡呢 在這個海外建立更加好的信息 傳遞的機會 因為像孫中山當年 搞這個革命呢 就是 郭富港就說 就是華僑是革命之母的 是吧? 那同樣香港要爭取民主呢 一定要都需要海外的朋友支持 因為如果不是呢 被關門打仔呢 很快就打死了 是吧?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多謝 就好像第一次在鏡頭前面 說你要追擊何俊仁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吧 你覺不覺得呢 現在香港那些人民 對於政治是冷感的 因為好像呢 在你們七一九行之後呢 很多民主團體呢 又睡街啊 又什麼的 搞到整個 就是交通阻塞了 我打算上班的 阻塞了我上班 對於他們很反感 那什麼宣傳令到他們 改變這個想法呢 第一 那一次 那次 躺街衝出去 阻塞交通就不是我們了 另外一個團體 不過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 我們都習慣了授靶了 哈哈 我覺得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會透過各種途徑和方法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主流傳媒呢 是不斷扭曲和打壓和抹黑 就是我們很多工作的 那我們的訊息 可以正確地傳遞出去呢 老實說主要是靠香港人網 所以老蕭的功勞真的是極大 就是沒有它的熱誠和投入去創辦這個人網呢 就是 都不知道怎樣呢 這個人民力量和我們所謂這個新民主運動 是絕不可能有加壓的聲勢 因為你看回 剛才你說香港人很多不滿意我們這個 這個絕對是 我仍然覺得主流傳媒仍然不接受我們 但是如果你看回 就是七一那個遊行 那個支持我們的人數呢 我自己是極為 就是驚訝的 就是我自己感覺到 那個人數比我 預期是多很多的 還有你看到七一 不是我們讀元的 那些去追擊民主黨去罵民主黨的人 很多是自發性的行動來的 也都令我感覺到 這個香港人求變 那個的 就是感覺是越來越強的 譬如我們看回 138個被抓的人士 就是那些我全部 我想七八成我沒有見過的 而有部分 他們自己寫了一些文章 放了上網 我們很感動的 就是有不少是很中產 也都生活很安逸 也都已經是幾成功的一些人士 是自願參與那些行動 而留在那裏被抓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和這些事件和這些人士的出現呢 就是我覺得 就是香港人求變 和支持類似人民力量 這個政治路向 是會越來越多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生害革命 也有十次起義失敗 就是我們算什麼 也沒用死的 是吧 最多去抓他 就是坐十多個小時 然後放回 日後最多還沒有告我們罰錢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犯法的事情 最多還沒有案底 是吧 是吧 和以前所謂的 拋屠樓灑熱血 那些革命 仍然相差很遠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全世界爭取民主 最舒服的就是香港人 就算是人民力量 所謂這些衝擊活動 相對的都是仍然和其他 就是那些所謂抗爭運動比較 仍然都是相差很遠 所以我們盡我們的努力了 我想 就是說 就是 就是人民力量的定位 基本上永遠沒有辦法 可以成為majority 其實 但是呢 那個關鍵有時候不是這樣的 就是整個所謂政治的關鍋 有時候是你做了一樣 就是我自己都經常說 就是人民力量 希望當你看到政府的打壓 或者就是 政權的打壓越來越大 或者做一件事 極不得民心的時候 你的反抗就要大一點 然後甚至可以去到踩界 譬如好像 所說的那個 躺街啊 或者走出馬路 雖然不是我們走出馬路 那種的形式 然後呢 其實你是有辦法 雖然你是一個少數 但是將整個 所謂的政治光譜 移過來 就是 我們 可能有人躺街 有人是衝出馬路 我們就只不過是 遊行遊夜了 他們不應該走 然後就會有些 譬如 民工民黨就是 用更加激烈的演說 去說服人 可能因為 要透過有這些激進行為 才可以把那個支持度拉過來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又未必 我明白很多支持者 很多人的說法 就會覺得 其實你們做這些事情 真的不會回答 沒有人支持 其實我們明白的 我們一定知道 而且一定是 甚至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沒有人支持 激烈的抗爭 會是多於一半的 除了在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打仗 還是什麼 但是呢 你可以把整個民意 拉過來 其實有一定激烈的行動 其實有時候是有實效的 所以這個 都是一個現實的觀察 所以這個 也是我們希望 可以嘗試做到的事情 看看有沒有其他朋友 是 我有一點點意見 就是 比如剛才有朋友說 他說 香港人習慣了看目前 那這個 我非常同意的說法 就是 我們要改變他的看法 很多譬如中產的 或者他上位到的 他開始發覺 譬如美股評供樓就是這樣 就是退休了 我都不理會了 但是地產商仍然是 去到那個地步 他要走出來 他爭取 因為他開始明白到 他不改變這個制度 他下一代 沒有辦法在香港生存 翻中二號在深圳住 我們長遠去說 就是說 我們教育香港市民 就是 你看長遠一點 譬如房屋問題 政府不是沒有錢的 你如果能找到房屋 復健居屋或者公屋 很多房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 你改變的思維 到某一個程度 有很多 我覺得已經是去年 和今年差很遠了 我去年一月回香港的時候 那些朋友 他們給我感覺就是 還是非常之保守 非常之是 就是在香港有很多事了 但是到民主黨 過了這個方案之後 很多人已經改變了 很多人覺得 這樣是危險的 你要不推動他們 去改變的思想 你不出來給壓力政府 他們是不會做事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一起幫忙 散摩這些思維趨 一定要給壓力政府 多些人就會多些力量 好 好 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 投調查 都是近期出現的 挺有趣的 其實就是 一個中大的調查 就是說 只有62%的人 就是贊成反對 就是衝擊 那些就是暴力的 但是其實 你62%都多過一半 但是你反過來 其實有38%的人 都不是覺得這些問題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民意的 有時候這些轉變 可以是一個很嚴重的議題 可以變鬥化 我想給兩三位 這些問題 好像要趕著交場 是不是 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 你們覺得 共產黨的陸型 不是全部都是壞人 還有 你們對上 有沒有共產黨 裡面 有沒有一些人 是比較開明 真的想去民主 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就永遠不講人 是講制度 因為你說人的話 是不可靠的 民主黨的領導 香港民主運動 20年 大哥 都投共了 你不看《司徒華》 那本《大江東》 他們都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你逢說這個 就是爭取民主的話 你一定是要講制度 制度可以將個人踢走 你是要靠人的話 那個人 遲早會出賣 出賣這個 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這是最重要的 是 等於譬如 我們不是因為劉慧卿衰 所以要去追擊他 雖然他也是挺衰的 但是 是因為他投票 支持了政改方案 和反對不拘風投 我們要追擊他 所以 最重要是看他在政治行為 和達國所說的制度 才是我們等於 即共產黨 就算全部是好人 但是他一天都是獨裁政權的話 我們還是要推翻他 Joyce 阿大教授 你有沒有打算和我動 在議會上扔屎馬 上個星期 我們有個活動 我們參觀立法會 我和英文大團 有一個市民 就帶了一袋屎馬 上個比賽 哈哈哈哈哈哈 justement 剛剛來我看到 在網上海流上網那裡 大年的事件過萬人 我沒有忽略 我叫什麼 街什麼 是扯街什麼 是 那些人出來 過萬通看這套片 通街通行都是 每個超過萬人 就算那一個NOW TV 都拍了出來 都有很多過萬人 大家不妨大家上網看得到 因為它太多人搞到那個負責人出來 最初就出了幾千軍警、公安 你們可以看到那些軍隊很新 最後現在來說 他說現在可以撤退所有的這間派學工廠 很深的我現在才能看到 大家不妨上網看得到 就是這些人民的力量 即是你一超過多人就一定可以來講他們一定有無論是 最後一個問題好嗎 最後一個給朋友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可以解釋一下寫文年 應該是寫文年 接著轉了做人民年 這個問題我簡單講 基本上我和英文覺得我們不想浪費時間糾纏在人事問題方面 即是寫文年有很多人事問題 是的 如果你看看歐文給年輕人在網上搞 以及寫文年有些領導層是表裏不一 即是公開講一件事 背後做另一件事 我們覺得繼續這樣下去 我們不可以將香港的民主前途 特別是反對派之旗次 被這些人領導 寫文年是黃毓民他們搞的 那為什麼會又自己套出來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和毓民已經不在領導層了 他們是社民年的主流派 我和毓民只是社民年的會員 但是這不是創立的 創立的也可以 創立的也可以叫做巴田李全明 是的 李全明華叔也說他沒有政治智慧 他當主席的時候他不會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 搞到普通說明都混亂 這樣 創立的社民年 然後走出來 其實是一個好的先例來的 即是說這些黨呢 不是個人擁有的 還有呢 黨呢 不是說可以操控一切 那最重要就是人民 所以我們成立人民來的 好了 好的 謝謝